梅根,马克尔心中萦绕着一个深深的顾虑,他遇见到阿琪和莉莉贝特长大后可能会对自己产生误解,特别是当他们发现,由于自己的决定,他们丧失了在英国王室工作的机会。 要知道,正是他带着孩子们跨出了王室的大门,选择了全新的生活方式,才导致了这样的后果。 王室著名作家汤姆·奎因深入剖析了梅根的心理状态。 他表示,尽管梅根对外声称并不愿意重回英国生活,但在他内心深处,他对英国的许多事物仍然饱含深情。 他对于那些下午茶的闲适时光,古堡里的宁静生活,以及皇室盛典的庄重气氛,无不怀念。 然而,最让他焦虑不安的,则是担心子女因失去在英国王室环境中成长的机会,将来会质疑他当初的选择, 因为他们可能因此无法体验到参与王室工作所带来的荣誉感、责任感以及独特的成长历程。 时光追溯至2020年那个历史性的时刻,梅根与哈里王子做出了震惊世界的决定, 他们宣布放弃王室职责,带领全家搬迁至阳光明媚的加利福尼亚州蒙特希托。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梅根愈发认识到,远离英国,使得阿琪和莉莉贝特与王室内的堂兄弟姐妹以及尊贵的伯父伯母们的关系日渐疏远。 这种亲情的缺失,在他看来,是对孩子们成长的一种遗憾。 汤姆·奎因援引了一位梅根在英国时期极为亲密的贵族朋友的话, 这位朋友深知梅根心中的纠结与不舍,梅根的确对英国的某些生活片段深深眷恋, 尤其是他害怕一旦阿琪和莉莉贝特在成长过程中再也无法与王室家族成员密切相处, 等到他们明白过来自己失去了参与王室活动。 体验那份独特荣耀和充实生活的机会时, 他们有可能会对作为母亲的梅根产生怨恨。 然而,奎因先生紧接着指出了一种现实情况, 话虽如此,但就目前来看, 梅根短时间内不大可能重新踏上英国的土地。 他早已公开表明无意回归,并且身边的朋友也都证实, 他对于曾经在英国遭遇的种种不公和恶意, 仍然怀揣着深深的愤慨之情。 生活中,人们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比喻人不能贪心不足, 试图同时拥有完全对立的事物。 梅根的处境恰恰反映了这一真理, 一方面他选择了脱离王室,寻求独立和自由, 另一方面却又难以割舍王室给予的种种特权和归属感。 这种看似矛盾的心理挣扎正体现了人生的复杂性, 往往越是企图全面把握, 越容易导致两手空空。 有专家认为,梅根、马克尔在退出王室后刻意效仿戴安娜王妃。 王室专家达伦·斯坦顿说, 梅根曾称退出王室是追随自己的内心, 她的这种说法让人想起戴安娜王妃对军组织的批评。 当梅根第一次被带进王室时, 她的地位提升到了全球范围。 梅根先是加入了王室, 然后又离开了。 梅根跟着自己的心走, 把自己在乎的东西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这与戴安娜王妃有很多相似之处, 我感觉梅根想追随她的脚步。 斯坦顿解释说道, 并且梅根的个人新品牌《美国里维埃拉果园》推出的日期 刚好是在戴安娜王妃纪念奖仪式举办的时候, 也实在令人感觉意味深长。 据说,梅根创业的这笔资金 有很大可能来自丈夫哈里 从母亲戴安娜王妃那里继承的遗产。 这更是有一种承接戴安娜王妃一致的意思。 其实,随着英国女王陛下的逝世, 英国王室不仅面临人数锐减, 民众对其关注度也在持续下滑, 王室影响力渐行渐弱。 几个月来的各种猜测最终得到了证实, 凯特王妃因身患癌症不得不暂时退出公众视线, 这意味着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 民众将很难看到他的活跃表现。 眼下的英国王室核心成员可谓捉襟见肘, 除威廉王子外, 其他大多是年迈体弱或健康状况欠佳的人物。 这其中最为胶着的莫过于新登基的查尔斯三世国王。 面对现状,查尔斯国王曾有过想法, 希望让小儿子哈利王子重返王室岗位, 不过这一提议在威廉王子的坚决反对下未能成行。 目前王室核心成员仅剩七人, 其中两人还在休养之中, 再加上威廉王子兼顾家庭的实际困难, 实际上可用的兵力极其有限。 因此,扩充王室团队,增强活力, 已成为当务之极。 鉴于这种情况, 查尔斯国王的目光转向了他的孙子詹姆斯身上。 生于2007年的詹姆斯, 是已故伊丽莎白二世女王最小的孙辈, 也是爱德华王子的儿子。 按照1917年颁布的英皇制告, 詹姆斯一出生便自动获得了王子头衔。 然而,爱德华王子夫妇崇尚简约生活, 不希望儿子过早背负王室沉重的责任, 于是主动替詹姆斯婉具了王子头衔, 让他以詹姆斯、赛文字绝的身份成长, 尽管这个字绝称号并无实质权利。 詹姆斯自幼就被教育自己并非特权阶层, 没有王子或公主的特殊待遇, 一切都要靠自己的辛勤努力来获取回报。 他未来将会继承父亲的威塞克斯伯爵头衔, 但并非现在。 另外,他也不会继承爱丁堡公爵头衔, 因其非世袭性质, 将在爱德华王子离世后回归君主手中。 不过,英媒透露, 查尔斯国王考虑将爱丁堡公爵头衔 传给詹姆斯或其他孙辈。 回归主题, 詹姆斯在其十八岁成人之际, 有权选择是否恢复王子头衔, 但这不仅仅是一种权利, 更伴随着重大责任。 正如索妃王妃经常教导孩子们的那样, 他们必须依靠自我奋斗生存。 这也是为什么路易斯对公主头衔 并无过多向往的原因。 然而,面对英国王室人才短缺的局面, 总需要有人站出来挑起大梁, 否则王室将陷入真正的困境。 家族成员普遍认为 詹姆斯是个幽默, 充满活力的年轻人, 尤其身受同龄的王室后代喜爱。 鉴于爱德华王子与威廉王子一家的良好关系, 若真到了紧要关头, 詹姆斯必定会全力支持王室。 相较于个性张扬的姐姐, 詹姆斯显得更为内敛低调, 公众场合先少露面, 除了一些和父母共同参加的公益活动, 他几乎不在人们的视线之内。 然而, 随着时间的推移, 詹姆斯似乎也开始有所改变。 2024年3月31日, 他在复活节活动中亮相, 成为当天女王孙辈中唯一出席的成员, 让人看到了新一代王室成员 展露头角的迹象。 另外的一则消息是, 凯特王妃的娘家近期风光无限, 引起了不小的关注。 前阵子媒体镜头捕捉到了一幕罕见的画面, 威廉居然在酒吧与岳母卡罗尔亲切交谈, 这一情景迅速引发了热议。 随着这股热潮, 卡罗尔的身影频繁出现在王室发布的新闻稿件中。 尤其是在凯特生病期间, 他的悉心照料和无私奉献得到了高度赞扬, 甚至被誉为威廉王子的第二位母亲。 凯特患病以来, 他的娘家米德尔顿家族, 始终被视为支撑他和威廉王子不可或缺的监视后盾。 英国各大媒体纷纷推测, 下一步, 卡罗尔和迈克尔, 米德尔顿极有可能会因其对王室多年来的忠诚服务和卓越贡献, 被赋予贵族头衔, 甚至有可能是象征极高荣誉的伯爵封号。 在威尔氏亲王夫妇面临的严峻考验中, 卡罗尔展现了关键角色, 犹如一根定海神针, 稳住了整个家族。 他们对威尔氏亲王夫妇及王室的坚定支持, 尤其体现在他们对下一代王位继承人乔治小王子的悉心照管上。 一直以来, 他们始终如一, 默默地守护在王室身后。 尽管这一潜在的爵位授予举动, 在一些恪守王室传统的观察家中间, 引发了激烈的讨论, 但历史上并非没有先例。 譬如, 英王亨利八世就曾将安妮、 柏林的父亲册封为威尔特郡伯爵。 这一举动证明了王室为感谢和肯定因亲家族的贡献, 有时也会打破常规。 在等级森严的王室贵族圈中, 凯特平民出身的背景, 一度成为他及娘家难以启齿的隐痛, 使米德尔顿家族始终无法昂首挺胸。 然而, 他们默默无闻地支持着未来的国王之家, 多年的付出终于迎来了可能的回报, 爵位的授予不仅能正式确认他们与王室的紧密联系, 还将使其身份得以合法化。 对于米德尔顿家族而言, 一个王室头衔的授予将是他们家族史上的重大突破。 这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里程碑, 因为它意味着若没有这一荣誉加冕。 乔治小王子将成为首位没有贵族外祖父母的英国君主, 这在某种程度上显得不够妥贴。 而一旦受封, 米德尔顿家族的地位将发生质得飞跃。 授予米德尔顿夫妇贵族头衔, 其意义非同小可, 他将是对他们家族永恒的荣耀, 贵族头衔将代代相传, 保证他们的子孙后代生来便享有贵族身份和一系列特权。 尽管他们经营的派对公司去年宣告破产, 但他们拥有的最大财富, 凯特王妃, 已然成为他们实现阶级跃升的关键。 尽管凯特王妃的真实健康状况尚存疑云, 但毋庸置疑的是, 他的娘家已成功完成了社会地位的逆袭, 彻底摆脱了过往的稚古, 迈向了更高的阶层。 这一转变, 不仅关乎家族荣耀, 更代表了坚韧不屈的精神力量, 以及对家族血脉延续的深刻理解和执着追求。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起探讨。 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哦。 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